現在進入到第二章了 我們要講的是細胞的代謝與能量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節 第一節講細胞的代謝作用 代謝作用就是指物質總換跟能量的流轉 那一開始呢 我們先介紹能量貨幣ATP 這個概念在高一的生物就講過了 那我們就要再加強一下 因為代表他很重要 ATP這個物質 它的全名叫做三磷酸現飄磷核甘酸 你也可以加三磷酸現飄磷核糖核甘酸 它喊的是核糖 不是去氧核糖 所以它沒有加小D 那一般我們會說 哇這個核甘酸有三個磷酸 Z磷酸跟磷酸之間的間解 我用這個紅色波浪表達 這個間解有名稱的 是酸跟酸之間的叫什麼 叫做酸甘的間解 酸跟酸之間的間解 那有人會用波浪的方式表達 就會有人說 你看這叫高能磷酸件 那我之前在暑假的時候講過 高能磷酸件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你不能用高能磷酸件這個說法 因為所有的間解打斷 都要耗能量 那我們只能說你具有這些間解 它才有三個磷酸 這個分子可以分解 我從三個磷酸 可以把它水解成兩個磷酸 加上磷酸根 講到磷酸根 我們在課堂上曾經解釋過 磷酸根為什麼要用Pi表達嗎 Pi P是phosphate磷酸的第一個字母 幹嘛加個小I在旁邊呢 我講過嗎 看起來是沒有 很多同學會直接想到 噢 它會解釋 它是離子 所以用Ion來說明 Ion就是離子 所以是不是帶著磷酸的離子 不是 這個很特別 這個I是 inorganic 那我寫完 O-R-G-A-N-I-C Organic 是有機 inorganic 就是無機 所以Pi 直接翻譯叫做 無機磷酸 無機磷酸 你們會說 磷酸本來就是無機物啊 幹嘛特別叫無機磷酸 那因為有些物質 它帶著磷酸 但它其他的成分加起來 是有機的 它就叫有機磷酸 帶著磷酸的有機物 所以這個Pi 我們直接看中文 看英文的意思 就是無機磷 無機磷酸 Pi是無機的 I是inorganic的無機的意思 這是ATP的結構 我們就不再追溯了 線飄離 五炭糖就是核糖 然後這邊有三個磷酸根 所以三磷酸線飄離合乾酸 那ATP的功能是 它是利用能量的形式 是能量貨幣 它的水解過程 可以直接放出能量 來驅動化學反應的進行 它的轉換效率頗高 你要形成一個ATP 細胞要花費八大卡 你分解一個ATP 有7.3大卡 可以被細胞所用 剩下的0.7大卡 變成熱能散失掉了 所以這些熱能就不能用了 所以轉換效率高達90% 以化學反應來說 反應的能量轉換效率高達9成 是很厲害的事情 大部分的化學反應能量 轉換效率 脫水反應 形成一個水而合成 水解而分解 脫水而合成 向右還是向左 好我們繼續往下 這個圖我們在高一看過 我來說明ATP身為能量貨幣的角色 我們看到二磷酸線坑加磷酸坑 可以經由黑色箭頭 合成成ATP 過程要吸收能量 你可以從小分子合成大分子 要吸能 同樣的大分子分裂成小分子 紅色箭頭就會釋放出能量 好換句話說 你細胞如果有個能量 有個反應放出能量了 這個能量可以驅動ATP的形成 當ATP水解之後 所放出來的能量 可以驅動其他的耗能反應 這些我們都講過了 那為什麼需要用ATP當作煤劍呢 因為能量隨時會跑掉 能量稍重其次 很容易轉變成這個散掉 你必須儲存成一個 你看得到的化學分子 ATP就是儲存能量的化學分子 也就是能量的貨幣 好那我們以前曾經舉些例子 像有氧呼吸 你把葡萄湯氧化成二氧化加分水 它會釋放大量的能量 大量的能量就驅動ATP形成 因此這個反應就是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的目的就是分解有機物產生ATP 其實是分解有機物產生能量 而能量儲存在ATP上 ATP就代表著帶著能量的意思 同樣的如果能量來自於光能 光能把能量去形成ATP ATP再轉變成葡萄糖的話 這整個反應就是光合作用 所以光合作用頗為複雜 能量先變成ATP這種能量 再把ATP分解掉 把二氧化加分水吸收能量變成葡萄糖 最後就變成了葡萄糖這個東西 那我們過一句在講這個例子的時候 我們常說 我常覺得比喻就是你的月薪 你工作一個月你辛苦工作的時候 你摸不到看不到啊 必須要等老闆發給你月薪 你就拿著白花花的鈔票 這又是我一個月辛苦工作的價值 價值 那就像你化學反應產生能量 能量會儲存在ATP上 你工作的價值就儲存在你的月薪上 你可以拿著月薪去換基盤 那你這個方法這個過程就相當於 你辛苦工作所創立的價值 由價值來換取 你可以吃了基盤 你就工作得到價值 價值換成基盤 那個價值就是ATP 可是生活中的價值在哪裡呢 就會變成現金股票房地產 又有卡 信用卡裡面的現金 所以就拿這些現金去兌換成別的東西 那只是ATP就是最常用的現金 它是能量貨幣 大概是這樣的比喻吧 以上我們就很簡單的先複習一下 ATP它身為能量貨幣的角色